爱玉果 帮妈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爱玉果 爱玉果是怎么来的 这个就是爱玉果 爱玉果的树 它很不常见 它没有长大 很不奇眼的 大家都经常会看得到 但是它还没有长过 这就是爱玉果的小苗 它很爱爬树 像这棵就爬在这个天桥的柱子下 可以爬得很高 现在它还没有长过 还没有到大 就这样爱玉果的树是这样子 这里又一棵 这里 这个天桥的桥干上 长在这里你看 爬得很高 随着天桥的柱子爬上去 长得很高 这边两根柱子都长得都是 今天我们就来采爱玉果 这就是小的爱玉果 它会爬树 随着这墙爬 这边就有一棵 这样子爬到这树上 爬到这树上爬去 随着这树爬 爬到上面 看到吗 看得清楚吗 长在上面 这边就有一个爱玉果 这里有一个爱玉果 这个就是爱玉果 这里也有一个爱玉果 它长大 它长大 要长得一直像这样大 像这样大 它才会结果 这上面也很多 看吗 这边很多爱玉果 也就是 很多 满满的都是 这个树上长很多爱玉果 两个爱玉果 但是清醒吗 这里也很多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这边也是有 有 有 这边也是一个 这边 这边 哇 有 有 有 这里长很多爱玉果 看到吗 这里爱玉果 这里长很多 现在大家认识爱玉果了吗 它爬在这树上 爬树的 它是爬树的 这边爬树 爬树爬这么高 它随着树干爬上去 随着树干爬上去 在没有长果的时候 是这样小小的 这样小小的 还不长果 是这样小小的 从这根的树 树爬上去 树干爬上去 随着这树 爬树爬上去 爬上去 爬到上面高高 它就快结果了 快结果了 这里就结一个了 这边接很多 这边接很多 今天我们就要采它了 我们今天就要采 这里也是有一棵 这里看这是天桥 它就随着这个天桥爬 天桥旁边有棵树 这棵树 它就长在这上面 爬在上面 看到吗 上面有多 接很多 这棵树 我们来看好了 看到吗 这就是了 艾利福 这里有一个很大 已经成熟了 这个很熟了 很熟了 这边下面有很多 这边有很多 哇 很多哦 这上面有很多哦 看到吗 这上面有很多哦 这边有很多 很多啊 这棵树很多 就是这样长上去 爬着这个树上去 爬着这个树上去 它小小是很不起眼的 看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 随着树爬爬上去 爬到很高 爬到很高啊 这上面积很多 长很多果 这里长很多果 这是野生的 不是种的野生的 长很多 的还有 我们要在野生的 里面的 垂直 藻生的 柳子 5个 肥子墨 裡面有很多白白的葉,白白的枝 很椰 這個很大 哇,很多很多 這個白白的奶 这白白人蓝很黏冷的 黏在我手上了 这个很炸了很成熟了 看我们摘很多了 这些是我摘来的 现在我们要回家了 把它装起来回家装袋 一袋 一袋买满了 我们回家拿回去整理 现在我们把爱玉果拿回来了 爱玉果一包拿回来了 我们要看怎么样处理 爱玉果 这么多 慢慢洗一下 洗一下 我们要把它 把它的皮扒掉 把这个爱玉果的皮扒掉 这样啊 把这个头削一下 两个头削一下 两个头削一下 这样开一刀 这样拔橘子一样 拔橘子一样 拔橘子一样 拔在外面成皮拔掉 就这样 外面成皮拔掉 尽量给它拔掉这些 它好像橘子一样 橘子一样 这个皮拔掉 这些尽量给它拔掉 我们在这里给它开一个口 就这样拿去晒 先这样拿去晒 这个很大 这个很大 比较熟了 这个很大 这样啊 这样开刀 再拔掉它的皮 像橘子一样拔它的皮 这里面的就是爱玉籽 我们要拿去晒 这样子 先拿去这样整个先晒 头削一下 两个头 两个头削一下 这里开 开一个刀口 然后就这样把它的皮出来 然后这里就一个口 开出来了 然后就这样子 点开一个用来说 会儿的 一点点 很大 点击 一点点 点击 点击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我们把这些爱玉果削好了 就放在太阳下晒 晒它一天 开一个口就这样晒 晒了一天 然后才把它要翻出来重新晒 今天太阳很好 太阳太阳很大 我们就放在这里晒 太阳很大 太阳很大 我们就放在这里晒阳光 我们的爱玉果 昨天经过晒 变成这样了 今天我们要把它翻出来 这样翻 这样把它翻出来晒 这样给它翻出来 这样翻出来 翻出来里面很多种子 里面很多一粒粒的 昨天是翻不动的 昨天很硬 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翻出来 今天很容易就这样翻出来 因为那个皮软了 晒到了 哇 这个最漂亮 好 翻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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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好看哦 这个比较老了 这个比较老 哇 好多种子啊 哇 好多种子啊 哇 好多种子啊 这样翻出来 这样翻出来 银行 我们要留着 看到滇落南 这怎么 Phot红 皮 transport 秋 bonel 鳳梁 这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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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